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是专门在我的油管频道里发的 也是我在油管里这个频道的最后一期视频 我这个频道已经大概有五年多时间了吧 目前油管上的粉丝大概三万多人 然后这个油管频道其实说实话不是我自己大的 是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专门有一个搬运公司 从国内的视频发到国外去的时候 他咨询我,我也同意了 所以说我的运营基本上就是由他们运营的 然后现在呢,大家也知道我来新西兰应该今天快九个月了 然后九个月下来呢,我是陪读缺证,陪孩子来这里读书的 经过这八九个月的这里生活以后 确实我们也深深的爱上这里,喜欢这里 虾教育国内的话,我觉得孩子来这里读书,他们会更快乐一点 也不用压力那么大 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个,包括孩子们,我们决定留在新西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 然后最近也有很多朋友问我,朋友们说 怎么还不回来啊,应该九个月了嘛,本来我打算六月份回去 后来我一了解,因为我的陪助缺证是跟孩子走的 孩子不回去,我也回不去,那也就是我一直没有回去的一个原因 有可能我们就年底回去 那跟我老婆杀了,跟孩子杀了以后,我们基本上就决定留在这里 然后呢,我老婆呢,现在因为新西兰移民啊,现在留下来啊 基本上途径只有技术移民啊,也就是说你这里有技术啊 或者你这里读一个专业啊,基本上移民方法啊,基本上就技术移民为主 像这种投资移民啊什么,在新西兰很少有 你有,价格也很贵啊,那也不太适合一般家庭去走的这样的一个移民的一个路径 那朋友们,想移民国外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应该是加拿大啊 第二个就是新西兰,加拿大有很多的这种移民的项目 比方说你投资移民很多的项目,你语约不好啊什么,加拿大是首选 第二个,新西兰他的移民门槛,其实就是说你技术移民还是门槛很低的啊 只要你英语好,还好我老婆英语好啊,然后他下个月2号就要去读书了 在这里已经把PTE考出来以后,已经读一个护理专业 一年以后就可以拿工签,然后一年以后我也可以拿到开放工签 然后两年以后就可以申请PR了,那相对于英语不好的人 那肯定走技术移民的这条路径肯定不屑死啊 所以说想走投资移民,那个又有钱的,你语言又不好的 那首选就是加拿大,话题先扯开一下啊 还有澳大利亚的现在移民的门槛就越来越高了 很多投资移民的项目基本上都停掉了啊 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要是想移民的话,首选的加拿大啊 第二个就是新西兰,其他国家那我没去了解,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这个频道因为之前不是我自己建的 所以说我也跟感谢所有的朋友对我的一个支持和厚爱啊 所以今天是我最后一期这个频道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会重新在我的油管上开我的新的频道 这个名字还是叫叶建豪频道啊 这个名字我已经改回了我之前的那个名字了啊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可以搜索叶建豪频道重新关注啊 以后我的陆续的在我的新西兰的创业生活旅行的视频 都会分享在我的新的频道里 那为什么不回去呢? 其实说实话现在国内的营销环境越来越不好啊 所以说大家也知道啊,我为什么会出来的一些原因吧 我也不在这里阐述了,因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啊 这也是我在头条上看到的啊 现在普遍存在的在国内的一些这种现象 第一个我故事看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视频 有一个人啊在一个小超市里买了一份泡面啊 那泡面呢是铜装的泡面,他需要自己倒热水 然后找老板要了热水泡好了啊 好,泡好了盖在那里 一缓缓呢还没吃,那个人接到一个朋友电话 朋友邀请他去吃饭 那我就不用吃泡面了嘛,对不对? 然后找老板就说退泡面 那老板说你泡面都已经泡好了,我怎么给你退 那个人不管,泡面你可以自己吃 然后我就要退,这个泡面 那老板肯定不同意啊 那两个人就这样,为了这个事情打起来了 大家去理性的去分析一下 一个人在你的超市里买了泡面 然后水也泡好了,他要退 你会怎么处理 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呢 是一个老头,六十岁左右的一个老头 也是去一个小的百货店吧 小小的类似于小超市那种 他里面买各种各样的百货 然后呢去退雨伞 那退雨伞,那个老板就问他了 他说老哥,你这个雨伞呢 昨天下雨的时候从我这里买的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退? 他说今天不下雨了,我就要退 第二个故事呢 那老板碰到这样的人无赖 那也没卖吧,没卖吧 那就把雨伞的钱退给他了 直接跟他说了 你以后就不要来我店里买东西了 那老板且退给他了 那第一个老板呢 买了泡面的那个打工的人呢 泡了水的那个呢 那个超市老板是没有退给他 那就打起来了 事情就闹起来了 其实这个事情 就完完全全发生在我的身上 其实说白了 我现在想想 当你碰到那种无赖 那种 那种就是说 本身就是那种赖皮 无赖地皮那种 其实说实话 多的不用跟他任何废话 直接退 做生意 你只有自己吃亏 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 什么叫吃亏是福 所以说我以前也会这样做 但是呢 真正碰到 你知道这个人是在搞你 你知道这个人买的东西后悔了 他找更多的很多的借口 其实说实话 就学习第二个老板 直接退 我觉得这也是所有做生意的 大部分人会碰到 会像第一个老板一样 不给他退的一个原因 包括我也是一样 但是现在想想 我觉得 你损失的 也许就这一桶泡面而已 你不用把你的经历 把你的一些东西去搭进去 做生意在国内那种营销环境 确实是越来越不好 大多数的现在中小企业 倒闭关门 那个人口凋零 有点思维 有点想法的那些都出来 并不是说国外都很好 明白吗 我也来台这九个月 我在新西来的一种感受吧 这个视频也就是我 最后一个视频 在我的频道上发 也不会再吐槽我国内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毕竟是中国人 哪怕中国现在哪里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我也自己知道 自己去感受就行了 也不会再吐槽 这个是我唯一的一个视频 出来的一个新生 包括这两年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委屈也好 自己的一些奉奉不平也好 表达出来 希望更多的 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太多的中国人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因为被这种奴性的教育 已经教育的 跪在那里已经起不来了 这也就是大 为什么现在这一两年 送孩子出来 其实送孩子出来 其实只是一个借口 真正的原因是 想移民 想出来 那为什么想移民呢 很多人 他是生我 养我的国家 我为什么要出来 其实说实话 有太多的一些 我不踩开去 自己去评判 所以我们九个月生活下来 这里确实空气好 那就不用说了 环境好 这个大家都所有的 好的能移民出去的 都是这两家都是具权的 然后食品安全 然后孩子教育等等 对吧 其实最最重要的 是对未来 看不到希望 人心啊 越来越坏 你想 就是说 做一个正直的人 正能量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 受到的打击也好 受到的那种欺骗也好 受到的那种指责也好 其实已经那块土地 已经不适合生存 明白吗 也不说不适合生存了 不适合一小部分人那里生活 所以被迫无奈 离开 但是我这九个月生活下来 我觉得 选择也许就是对的 十年以后 我也许会感谢 今天我选择走这样一条路 不是我们不喜欢我们 生我牙我们的地方 实在是我们被逼无奈 或者觉得那个 看不到未来 孩子的未来 我觉得 为给他们造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是我想要的 然后确实这里 有很多好的东西 但是跟大家再说一下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能出来移民 因为我是这家人 这家人有开拓精神 有自己创造力 而且适应能力又特别强 我曾经跟我老婆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说 老婆 你只要把我抱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只要有人的地方 我都能生存下来 我相信我们很多这家人 就有这种且 就是且字 或者特字在那里面 所以我英语不好 跟大家说一下 我英语真的很不好 之前还学过一点 会简单的交流 在现在这么多年 就不用了 但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没有英语 不畏英语 你也可以生活下去 只要你有自己的脑子 有自己的思维 有自己的谋生的手段 但是英语 你也必须要学 等稳定下来以后 因为现在我们慢慢已经稳定下来了 我老婆10月2号就可以去读书了 明年8月份就毕业了 毕业了以后 因为这里属于一个绿色清单的职业 这里这个职业也很紧俏 所以基本上毕业都能找到工作 你只要工作两年就可以申请PR 然后未来孩子18周岁以后 我会让他们学 你们要留在这里 拿新系列护照 还是拿中国护照 这有他们未来自己学着 对我这样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来说 我要是有新系列护照 我全世界都可以走 我也一直说过了 我跟我老婆说过 我说我60岁一定会退休 现在47岁 当然我拿到身份应该快50岁了 然后我在这里工作15年 基本上这里的人65周岁退休 都有退休金 而我国内是没有买 有牙脑保险 也就是我在上海的这几年开的公司 是买了几年保险 我在老家的时候都没买过 因为我在老家买了好多处物业 就是说我买了好多的商铺 我有稳定的收入 对吧 但是以前以后 我的商铺收入也缩水了 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一直说了 买商铺的时候 沙交说了一铺才三代 这才短短的20年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因为我一直认为 我的商铺就是我未来的养老金 但是商铺现在也随着整体的 经济下滑 人口的凋零 未来商铺也会越来越不吃虾 所以我未来在这里会创业 会工作 然后未来希望有自己的退休金吧 这样我就不用为未来所担心 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 这个视频只会在我的油管上 目前的这个频道最后一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的新的频道 名字还是叫业界豪频道 这个频道名字已经改了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新生跟未来的一个想法 这个视频只在我这个频道发 不会在任何频道发 我也不会在未来的视频里 说我们国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作为一个中国人 祖国是我的母亲 母亲再不好 她也是我的母亲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